我国昨天单日增加了5725宗新冠肺炎病例 其中雪兰儿就占了3126宗 引起全国哗然 雪州大臣纳杜斯里·阿米鲁丁解释 雪州数据之所以飙升 这是因为一些私人诊所和医院 累积了10天的确诊病例数据 才一次过通报 他警告所有州内的私人诊所和医院 必须当天就汇报确诊病例 否则雪州卫生局将开出罚单 阿米鲁丁今天发文告表示 他在星期五召开了雪州安全特别理事会会议 讨论雪州病例暴增的现象 以及商讨对策阻断传播链 根据雪州卫生局的解释 确诊病例激增的原因有几个 包括工厂职员和监狱检测的羁押病例 以及私人医院和诊所没有在当天就及时汇报新病例 不少积压病例甚至是10天前就发现的 拖延至近几天才向卫生局汇报 他强调 私人诊所和医院必须在当天通过公共卫生实验室信息系统 汇报新确诊详情 否则将被罚款兑付 另外雪州政府决定推行防止火点爆发计划 针对可能出现新感染群和疫情扩散的职场 以及工厂进行检测 那些隐瞒职员确诊消息的业者将受到严厉兑付 阿米鲁丁也提到 位于沙灯的低风险冠病隔离及治疗中心 已经增加床位、医疗设施和加护病房 可以再收治6000名病患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